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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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打算交給計準去打理 他往後的生活就好著陸 你說我這麼安排好不好? 那當然大歡喜了 只要你在婚約上壓過癮 婚約就成真, 我們就可以成親了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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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沒過我的關 你又想怎麼樣? 我要你明媒證取 沒問題, 明天我就叫蘇媽媽提親 所有依足規矩 還有附帶條件 就是請了友德鎮的人來喝 沒問題, 我有很多錢 還要叫附帶人放蠢豬 不關事 是呀, 他是我朋友也是友德鎮的人 他不出來, 怎麼喝姐姐的餐? 好, 你說的全部幫你辦妥 什麼?你要續院? 人我已經找到了 哥, 你不要告訴我 你要娶的人是繼老闆 就是繼老闆 每天反正你和繼老闆都談得來 明天我儲了他 他是你嫂子, 傷得極象 哥 是 繼老闆就是賢良熟德 打理得一老闆, 是頭頭是道 是呀… 我也很想他, 是我嫂子 那好吧 只不過他交過三次了 三次已經欺負了老公 這樣回頭嫁不吉利, 娶不過 娘, 你可以放心 這個問題已經不是問題 因為我找神算子幫你批個命 也幫我批個命 本來他的確是黑夫 但跟我一起之後不知道為什麼 反而是禍我 所以你可以放心 日子我也找到了 到那天我們要大排賢職 明媒正緒地娶他入門, 你說好嗎 好, 最重要是你自己喜歡 娘沒問題 娘真是 不是, 娘 看過我和繼老闆 最近很不行 欠在外面很多賭債 是嗎? 很難賭的 是啊 娘, 你放心 他這個問題已經處理好了 是, 他欠很多, 外面很多賭債 但我和他立了出婚約 他外面欠人的錢 不關我們前家的事 那就好了 哥, 你一視同仁 最好像那塊米田貢一樣 分期給禮金 妹妹, 說到錢錢 你就特別證明過人 當然 好, 那我保證 我們前家的錢不過他手就行了吧 那就最好了 是你最好說的 說不給什麼, 說過就是了 怎麼樣? 姑奶奶 你的相公睡了很多晚在書房 你怎麼做人妻子的? 相公說方便晚上讀書 他要考功名嗎? 他有你一個已經夠煩 還是加多件, 肯定煩上加煩 加多件?難道相公他… 知道害怕了嗎? 知道害怕的就快點生件出來 要不然 泰君一定會叫小財神納妾 姑奶奶, 這些事不得來 對了, 那究竟加多件是什麼意思? 是你老爺, 他要續圓 他要娶老闆 素姐姐要嫁進來? 那就好了, 多一個人熱鬧一點 多一個人幫你嘴 可惜你的相公也不幫你 不知道阿通什麼時候才肯理你呢? 知道嗎? 你別以為我不知道 你自己好自為知 你自己好自為知 潛湯啊, 潛湯 你還要在這間書房睡多久? 山渣 少爺 整天早上都不見你, 去了哪裡? 少奶奶吩咐我出去買點東西 是什麼?這麼神秘? 你這麼大膽? 媽媽還沒解除禁制令 但是少奶奶知道你喜歡吃 所以就吩咐山渣靜悄出去買給你吃 少爺, 你不說聲 山渣不說聲, 少奶奶也不說聲 當然沒人知道 他會這麼好死才向我承低威? 其實少奶奶一早就想跟你和好 不過他不知道怎麼說聲 所以就借鋒利來表達心意 我上次說話的確過分了 既然他知道錯了 那我就勉為其難, 原諒他 為什麼手損了? 我知道, 主意根本不是梁子出 是你幫他 你幹嘛幫他說好話? 少爺是誰的主意?不要緊 最重要是你和少奶奶和好 不然山渣也不安樂 他用計罵你 少爺, 山渣也沒生氣少奶奶 你不用代我生氣她 你快點去哄少奶奶 你這個明星差點就被他毀了 是 少爺, 無論如何 現在山渣什麼事都沒有 反而現在被人說 你們為了一個下人 弄得夫妻不和 這樣對少奶奶的明星 就真的不太好 山渣…你實在太好了 既然你也不生氣她 如果我生氣她 豈不是顯得本少爺好小器 謝謝少爺 謝謝… 娘子, 我知道你最近睡得不好 所以我特地做了這個 凌晨安睡的藥枕 希望你可以睡得好一點 這就叫關心 你不當是關心, 就當是關懷 算你了, 裡面進了什麼? 好像是桂枝、杏仁、甘草等等 怎麼這麼像清熱去濕湯的材料名 不是你做的 是嗎?就是說整個藥枕是山渣一手包環 山渣也好, 我也好 只是一番心意 你就收了它, 大家和好如初 當然不行 你沒心肝的 你現在又不想辜負山渣一片心意 所以才拿來給我 娘子, 有什麼分別? 你當是我道歉就行了 很大分別 山渣做給我 是代表丫鬟對少奶奶的主捕情 你做給我 是相公對妻子的愛識之情 這樣也沒有分別? 山渣也是關心你 你這樣也不領情? 是呀…是我不領情 你拿回我給你的山渣 山渣一番心血 你別扔來扔去好不好? 山渣… 你的心裡面前有山渣 根本就沒有我, 你走 不行, 我睡了很多晚上的書房 睡得背部痛, 我今晚一定要睡 你說睡就睡, 你走 對不起, 師爺 冷靜… 墨四opes 你怎麼著我 請你 你要離開錢家? 是呀,你又沒人沒物 連家鄉都不知道在哪裡 那你要去哪裡? 泰君,姑奶奶,山楣已經決定了 我要去苗心甘出家 忠心為錢家祈福 希望泰君成全 你告訴泰君,是不是有人欺負你? 沒有,沒有人欺負山楣 泰君,我知道了,一定是那棵米田貢 令山楣要離開錢家 娘,你一定要為山楣討回公道 不是,泰君姑奶奶真的與少奶奶無關 山楣,我不讓你出嫁 也不准你以後再提這件事 櫻桃、琵琶,扶山楣進房間休息 信帶給我叫那些東西出來 是,泰君 是,泰君 泰君,泰君,你怎麼做錢家祈福 連一個小妹妹的山楣都被你逼得要出家 我沒想過她會這樣做 如果這件事傳出去 我們錢家的明星就受損了 是呀,你最擅長的就是吃醋 自從你加入門之後 就弄得我們家從屋蔽 之前就弄得我們對報公堂 然後激到泰君病了 泰君就好了,輪到阿哥進監牢 總之你來多久,我們就麻煩了多久 是,我是喜歡吃醋 但是我吃醋有什麼錯? 你沒有錯?說來聽聽 泰君,但凡女子都會合自己相公的醋 這樣是代表對自己相公的愛 誰說的? 孤婆婆,你還沒成親 怎麼會知道故中的感受? 娘子合自己相公的醋 是想告訴相公 希望可以兼諜情深,鴛鴦彼役 從一而終,兩人同鞋白手 不希望跟另一個人分開自己的相公 男人三妻四孭是很平常的事 但是作為女子就不可以反對了嗎? 現在有兩條路讓你走 要不你就說服山渣留在前隔 不要去出家 要不山渣走了,你也要回到你娘家 不准出家,要繼續服侍我 但是… 不得但是 不過… 不得不過 你是我撿回來的 沒有我的批准,每個都不准去 不准走 好吧…我不走 好,但是你要答應我 你要再採取少奶 好,我再採取她 不用了 少奶… 就算你想採取我,我也不會領情 你們兩個,出去 是… 娘子,就算了 我只是緊張山渣而已 是嗎? 剛才太君教訓我 如果我不求你留下的話 我也不能留下 少奶奶,山渣沒這個意思 我打算如果我離開 你們可以和好如初 是…山渣的確這麼說 總之這件事上,我沒做錯 我是不會求你留下的 如果你想我走的話,你儘管走 娘子 你… 現在有兩條路讓你走 要不你就說服山渣留在前家 要不山渣走了,你也要回到娘家 是嗎? 沒有距離了 別吹聲嘆氣,又是為了山渣的事 你呢?因為素姐姐這件事嗎? 我一想起姐姐要嫁進去你們前家就… 其實我想起來也要欠你一句對不起 我幫不了你 我確實對山渣真的沒感覺 算了,已經過去了 我明白的,不要再看了 當初我辛辛苦苦地嫁入前家 想著可以和上官去過一生一世 我真的沒想過會發生那麼多事 但我越來越發覺 我在前家那裡一點地位都沒有 太君和姑奶奶看我不順眼 甚至連下人都給我臉色看 每一次有事發生的時候 相公永遠不會站在我那邊 我在前家那裡,根本一點尊重都沒有 但最重要的是 我覺得相公對山渣比對我更好 你盡情的確,這裡只有我和你倆人 沒可能聽到的 一拜天地,二拜公堂,夫妻交拜 恭喜…恭喜令尊庸再昏知喜 大人客氣客氣 因為本官公務繁忙,所以來遲了 大人為公無私,應該的 這位小姐很面善,怎麼稱呼? 她是我相公的… 她也是姓錢的,泰君我很喜歡她 我也很想收她做兒女 我記起了,上次拜訪你新村南服 我已經覺得你很盡潮 如今新村女裝更加是天鮮化人 和錢公子你很搬配 是嗎?謝謝夫人誇張 好,大家趕到口水乾了,悲茶 副大人、副夫人,請上座 請坐… 大人…田某有心願營,大人 夫人,你好 對不起… 你沒事吧? 下地開幫副歸永 沒事的… 先生,快幫副夫人 姑奶奶,你…你快抹乾淨的地 我? 我…你…你… 她…她…她要不要?快點 師姐人怎麼辦?快點 好… 一張書房這麼大,一件寶物也沒有 書就有很多,書房當然有多書,佛話 札式,你過來 什麼事? 剛才有位書法大家 說要在戲院上即席揮好 你進書房拿老爺的金毛筆出來 就在櫃桶裡面 又是我?琵琶當然可以去 你不見人人都很忙嗎? 我也有很多工作 還不去? 這張書很閃爽 你藏在衣袋裡藏什麼? 快拿出來 你在說什麼? 我明明看見你藏在衣袋裡 你當我差嗎? 你根本就是… 拿出來… 拿出來,拿出來,拿出來 打破東西 老爺,本來我進來 是打算拿出金毛筆出去的 現在不見了 其實只要搜一搜,富富人身 整件事就水落石出了 怕請都是一場梅 對…今天是我的大喜日子 老爺,別搞這麼多事了 閉門失竊的事當然要搜好一點 免得冤枉好人吧? 如果真的要搜身 就凡是不是姓氏的外人 都要搜,第一個就要搜你 有什麼道理? 富大人,會不會搜你才好一點? 什麼?你現在心開嗎? 我心開?這些算錢嗎?這些算錢嗎? 老爺 爺爺,為了我的名聲 就任由他們搜我身吧 好,既然夫人這麼說 就給你搜吧 好 怎麼樣?搜不到嗎? 死了一條心吧 原來這金毛筆掉到地下王 窒息,怎麼你這樣來冤枉夫人? 是嗎?我也是一場誤會 你們前家記人,上分檔策扮,老爺 豈有此理,先行告辭 富大人,快要開席了 還吃得下嗎? 富大人 你呀,什麼假給你刁青? 不是呀,老爺 我真的親眼看到他放在三袖裡 這些事大家都明白 剛才就算被你受到感又如何 怎麼樣?難道你叫富大人 把老婆拉回去嗎? 今天是爹大喜日子 你可否別小事化大? 哥,出去招呼畢託吧 你別出來 爹 看見你的眼圈 好 誰來的泰君? 你這個姑奶奶? 到你了,錢通 誰? 是誰? 小奶奶,是山楠 小奶奶一晚都沒吃東西 小心磨壞身子 你什麼時候換了衣服? 是泰君賞賜給我的 你穿得這麼漂亮,我看見也飽了 山楠怎麼穿也不夠小奶奶漂亮的 你別這麼說 傳了出去,是我被人笑的 其實山楠也不習慣這樣穿 不如這樣,有明天我穿藍裝吧 你自己說而已,我沒有逼你 明白,其實穿藍裝做事 真的方便很多 誰要穿藍裝? 少爺 是不是你?是不是你要她這麼做? 不關小奶奶的事,是山楠 不行,不好,不給 我是她少奶奶,我又可以,好,給 膝蓋上就是給 我是李少爺,我要你穿得漂亮點 什麼? 現在我跟她,誰才是你娘子? 你,那又怎麼樣? 你作為人家的相公 是不是應該愛惜娘子,維護娘子? 是 那你剛才在書房有沒有愛惜我 維護我? 剛才爹在這裡,我怎麼幫你? 今天從早到晚 泰君和高奶奶都給我臉色看 你都沒有幫過我 那是你夠柔自取 你這個人小家又小心眼 什麼事都小事化大,你才安心? 我小事化大? 山楠幫忙弄藥枕你也不要 她穿得漂亮,你又不喜歡,粗娘子 我不合作就不是你娘子了 泰君要她穿成這樣 那根本就是要占我臉色 對不起,少奶奶,是山楠五眼 夠了,救了我受救了 我不想再見到你,你滾 她看你,有小事化大 是呀…我有小事化大 少爺、少奶奶,你們不要這樣 你滾 你滾 山楠 你滾 遺免少爺與少奶再有相憎 山楠實不便久留 望少爺少奶保重 百年好合款,結同心 山楠 山楠 飛雪姑…山楠,他現在出走 是你逼走山楠的 你得常所願,心涼吧 我沒有心意,別說太多了 我和你一起去找他 不用,就算被你找到 他也不會跟你回來 我自己去 不知道你搞什麼 搞到山楠都走了 我昨晚一時終於叫他走 但我沒叫他走 我哪知道他這麼認真 誰叫你打暗造情 他又看不開嗎 看不開? 你別嚇我,他不會去自盡吧 如果他真的自盡 就不會寫信給你們倆 就算他死也死在前家 生日前家的人,死在前家的鬼 想不到你這次說得很準 別說這麼多,快去找他吧 他今早才走應該不是走得很遠 我們去盜頭那裡,看能不能接到他 來 來 哥仔,我想問你是不是在等船? 是呀,昨晚等到現在 那你等了這麼久 是不是沒有船賣過岸 還是沒有船走過? 風大浪大,船家說沒有船會敢賣岸 最快那班船也要一個時辰才到 你們應該等人了,慢慢等吧 謝謝 謝謝 那就是說山楂還在友德鎮未走 山楂走山路也可以 我很清楚她的 她一個女孩不會走山路 一定從水路走的 如果你是清楚她的 就不會搞得她走 山楂姑娘 山楂,伸手 你拿著包袱打算去哪裡? 我也不知道去哪裡好 不知道去哪裡? 如果你不嫌棄 在我們韓社住幾天 想到去哪裡才起行 那…不是很有意思 不怕 剛剛我們要去潮州喝喜酒 好,你順便幫我們體溫吧? 鎖一套門士 拿著吧 走吧 如果你等到山楂,你會怎麼樣? 我也不知道會怎麼樣 其實你心裡很想等到山楂 其實我也很討厭那個 妒忌心很重的自己 山楂善解人意 你事事以我和相公為先 我知道我是不應該這樣 這些善解人意的近身 簡直就是所有良知的惡夢 你想想 三世祖又年輕又有錢又英俊 樣樣齊 你別忘了,是你自己選的 我小時候娘和爹分開了 娘就帶著我四處飄泡 所以我看到的東西 對我來說都好像過眼雲煙一樣 一點也不實在 後來我真的很想定下來 嫁了給相公之後 我就很想去捉這種很實在的感覺 但是我越來越發覺 我越想捉緊,就好像越會有反效果 總之我真的很害怕 一覺睡醒就會失去相公的感覺 其實我跟你也是一樣的 我小時候都是由姐姐臭大 我只有這個親人,所以我很疼她 所以崔柔、蠢豬,經常笑我很緊張我姐姐 你以為我不知道嗎 平時你好像做很多事去激素姐姐 但其實你心裡不知多疼她 多關心她 000000, Jobs傳授 師爺 山楠 ern誘的人不是自認 但已經 europe都找到了 山楠 這麼有 syntASE 你看就那麼 Stefanie 師爺回來了沒有? 不清楚,好像回來了 那山楠呢?有沒有看到她? 不見了, 夜晚了, 鬼也見有 你們什麼態度 這樣跟少奶奶說話嗎? 那要不要進去找夫人投訴, 求少 你放心, 我一定會 開門, 我要找我姐 算了, 這麼晚了, 你早點回去休息 明天我和相公繼續找, 晚安 太君有靈, 有無事先知會 入夜後不得回府 少奶奶, 自便 不用怕沒地方下腳, 跟我回一路盞 真是鬼弄他, 這件事一罵大了 山楂在前家的地位就更穩如泰山 你不用擔心 他們倆這麼多年的主撲關係 有事發生早就發生了, 是不是? 就算山楂真的勾引你老公 你一天不喝那杯茶 他說他不過是通房丫頭 做不到阿通的妾事 娘你鋪畫法 我連通房丫頭也不想讓他做 總之, 杯茶我死都不喝了 回想起來 我就是跟你在山楂結業 我知道了, 你特地在這裡等我 不是啊 老公是剛好經過 坤白又說我可以暫時留在這裡 等我再想想將來的去路 你還打算走嗎?不行 少爺, 你別生氣了 少爺 少爺, 你看天空有多少顆星 你記不記得我們小時候 你經常捉著我玩圈星星 現在玩了, 來吧 我現在的手大力這麼多 一圈都是十幾顆星星 是嗎 來, 一顆, 兩顆 這裡多一點… 哪裡? 抹大一點… 再抹大一點, 多一點 這裡… 你當, 再抹大一點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宗盛 珊珊, 到現在還要離開我? 少奶最擔心的事終於發生了 事到如今我不想少爺你難做 不發生也發生了, 你留下吧 我很想你知道昨晚我不是一時衝動 所以少奶的確是沒錯 珊珊和少爺並非單純的主博關係 現在還… 你放心, 我會跟媽媽說 你已經是我的人 你永遠都要留在前嫁 我們以前從小玩到大 珊珊, 現在我要你陪伴我到路 兩個人同一把手 但不是兩個人 是三個人, 還有Cirai 我怕… 她以前是異神異鬼 怕我們會出事 現在我們真的出事了 會不會再有問題? 是不是… 平時大家說你們兩個親得住 你們兩個就扭扭靈靈都不認 現在就好了 現在這樣就好了 長大了, 自己爭取主意了吧 你們選的, 爹也很滿意 爹 老爺, 你說到阿通的臉都紅了 好像一顆山楂一樣 山楂一樣 你們看, 它真的越來越配 娘…反正我們的喜像還沒差 神算之果話, 今天容易嫁娶 是嗎? 不如就今天拜堂吧 老爺, 根據大明律法 男子納妾是不可以拜堂的 娘, 我可以收山楂做義女 就可以當是我們前家嫁女 只不過她嫁回來我們前家 好主意… 不如叫我娘 好… 那要不要等少奶奶? 等她回來搗亂嗎? 但規矩是我要斟茶給小奶奶 斟茶後補就行了 真的不等娘子嗎? 會不會有多好嗎? 有多不好 你放心, 她那方面我向她解釋 娘, 我還是先回前家 你嫁了之後有多可陪娘走街 是嗎?不准回來 我想看看相公是否找到山楂 又是那個山楂 你說了, 如果他們找不到她 你回去就沒用 她是找到山楂的 你這麼早回去也沒用 那倒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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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說你還要遲些回去 讓她掛念你 走吧 那倒是 整天早上都眼眉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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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眉 昨晚就說母子會不讓人 今天又發生什麼事? 少奶, 又是泰君分寬落 叫你不要進去住 等一會兒先 為什麼不讓我進去? 一會兒而已 不如少奶, 你去探望趁家婆婆 最好吃完晚飯再回來, 這樣才對 我一定要進來 一梳梳到尾, 二梳白髮齊眉 三梳兒酸滿地 泰君 泰君 謝謝泰君 待會你拜完堂 再進來斟茶給泰君 泰君喝個杯就是孫新普茶 是, 宋媽媽 究竟發生什麼事?不讓我進去 不能說 上班呢? 也是不能說 那沙茶呢? 一樣不能說 為什麼… 還問為什麼? 那你說為什麼? 打個頭看看吧 為什麼紅燈籠還在這裡? 紅燈? 三公… 一拜 不准拜 不准拜… 不准拜… 不准拜託 不准拜託 不要再拒絕了 你怎麼回事? 不准拜託 梁子,你… 你還記得我是你娘子嗎? 我… 對不起… 你閉嘴,你別資格在這裡說話 你現在憂了我嗎? 你有沒有當過我是你娘子? 為什麼要瞞著我? 你們有沒有理過我感受? 不說你,是免得來賭亂 誰都知道你俠山拿醋 就算我真是俠山拿醋 那問老爺,新妾入門 可以蓋紅頭巾,可以穿裙垮 可以拜堂的嗎? 這是泰君的意思 他要山拿醋像嫁人那麼風光 像嫁人那麼風光? 他嫁誰都可以 就是不可以嫁給我上公 我才是潛通名門勝出的妻子 他不是… 聽到了沒有… 我女兒一天不答應 她也不可能進門,張藏你的心 相公,為什麼呢? 娘子,其實我和山楂已經… 已經米以成吹了,侄色 你… 娘子,你永遠都是我娘子 女兒,既然已經米以成吹了 我們也沒辦法反對 那就好了 沒人反對,大家都好了,對吧? 你走開,讓梁慧烈出頭 親家婆婆,請說 以後我清清就做大,山楂就做小 這個當然了,當然 妾氏入門是有條件的 二十一,不准走正門,要走後門 山楂一向都是前家的人 前門後門都不用進去 第二,單日是屬於清清的 雙日才是給山楂,你行不行? 行 是呀,親家婆婆 就算一個月給一日山楂 也比你女兒有孩子快 第三,禮金方面… 山楂的禮金又關你什麼事? 我是說我清清的禮金 我告訴你 以前你們就說分期給我們 現在我想你馬上計算清楚這筆帳 一宗還一宗? 不要亂來 我喜歡,你給不給? 清清,那你認為怎麼樣? 我無論如何都不上公立妾 我已經知道了 小奶奶怎麼說怎麼好 山楂不禁有怨言 那就是武漢了 我女兒反對,山楂無法入門 不扭了… 拆起來 爹 不准拆 是你馬,使我不會再害怕 像以前,看天打掛有容嗎 是你馬,在迷路的一刻 只引我回家 不需要,隻身恐怕淚如沙 是你馬,在旁邊不須敬怕 是你馬,在旁邊不須敬怕 是你馬,是你馬間